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成麻生太郎 日前发表修宪可以学希特勒的言论 引发各界抨击 麻生紧急表示声明收回谈话 星巴威大选执政党宣称大获全胜 执政33年89岁的总统继续连任 星巴威通膨严重 一度高达百分之两亿三千一百万 但黄金钻石蕴藏丰富 中国印度抢入布局 日本今年夏天气候异常 本周四国九州高温飙到38度 东北却出现20度低温 降下进双倍的雨量 气候乱了套 农损惨重 菜价飙涨 大陆吹起怀旧风 古早连环漫画小人书正夯 数十年前一本一两毛 现在拍出数十万价格 期货可居 有钱也买不到 冒出假货来强势 欢迎来到TVBS Focus全球新闻 这个星期Focus很多天的头条 都选择暴高温的异常国家 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因为贬值 慈禧了爆量观光客的日本 相信8月份还是有很多观众到日本去 但现在整个日本呢 就像在煎锅在烤炉上烧 那么冲破38度的高温 在日本诸岛并不少见 只要不到日本往南走 就是郁闷酷热 像九州的宫崎有38.6度 四国的高枝有38.1度 本州的和歌山有37.2度 本州的甲府也破了37.4度 但是日本的东北呢 却在这两天出现了夏季的超低温 在那个地方根本连长袖都脱不掉 像日本东北的仙台 最高温只有21.3度 比过去夏天的均温足足少了7度 说是还凉嗖嗖的 披肩卖的特别好 那么东北另外一个惊人的罕见现象 是今年降雨量爆多 7月份日本东北的雨量 是往年同期的182%的量 创下了历史的空前记录 今年夏天日本的气候很极端 破纪录的大雨 热死人的高温 还有地方冷嗖嗖 从上个月开始 日本的中国地方就好雨不断 灾情惨重 面向日本海的岛根线 一小时下超过100毫米的雨 隔壁的鸟曲线 大雨甚至让水淹到腰部 还有幼稚园被暴涨的河水困住 吓得老师赶紧报警 带小朋友往高处避难 新西线也因暴雨引发土石流 冲回山脚下民宅 导致屋内男子不幸死亡 七月份东北地方雨量也暴多 是过去平均的百分之182 区域内六个观测点 都创下史上最多雨量 雨下不停 制造不足 东北的当季蔬菜 番茄 小黄瓜 价格已经涨三成 高丽菜和青椒也贵两成 夏天的人气饮品 果汁 冰沙 少不了新鲜蔬果 但现在进货价格飙涨 让店家很是伤脑筋 但日本的另一边 太平洋沿岸 雨却少得可怜 各地雨量只有往年平均的一半 不少地方水库都快见底 鹿尔岛县的燕美市 一个月竟然没下半滴雨 是116年观测史上头一遭 这样的极端气候 也让日本各地的烟火大会 纷纷喊咖 上个月27号 东京渔田川花火大会 开始不消30分钟 就因雷雨被迫取消 今年已经是第36次举办 却是第一次就这样中断 其他好几个地方 也都因为天后不佳 或突如其来的大雨取消 有地方大雨成灾 有的地方却是艳阳高照 四国的高知 最高温来到36.9度 街上到处可以看到 民众脖子上挂条毛巾 方便随时擦汗 一号最高温 出现在九州的 宫崎机场38.6度 宫崎县的吉祥物宫崎犬 卖力的挥汗跳舞 看官更是个个满头大汗 七月以来 全日本有超过 两万两千人中暑送医 比前一年暴增了24% 近半都是超过 65岁的老年人 那一头热得发烧 日本东北地方却凉嗖嗖 到现在还没脱离 没雨季 仙台街头 民众长袖 外套都还穿在身上 最高温只有21.3度 比往年平均低了7度 气温跟五六月差不多 天气凉 先台百货公司 夏天的凉鞋卖不出去 薄毛衣披肩反倒成人气商品 气候乱了套 东京原本烈日当头 但一慌眼 来了个闪电 就变成倾盆大雨 天气阴晴不定 让晴云两用伞 大手欢迎 甚至卖到缺火 日本气象听预测 接下来的八月 日本各地多晴朗天气 气温恐怕会比以往 还要来得更热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一个从六月以来 国际主目的大事 就是美国头号 泄命要犯史诺登 日本俄罗斯 终于给了他一年的政治庇护 而且完全没有知会白宫 让全美上下是勃然大怒 在莫斯科机场 足足滞留39天之后 画面上您看到的 就是现身入境俄国的史诺登 史诺登是搭计程车离开的 他会寄住在美国友人 也就是在俄罗斯的美国人家里面 行踪不会透露 而俄罗斯最大的社群网站 已经拼命跟史诺登招手 希望史诺登能够受他们延揽 为他们工作 那么给予史诺登庇护的决定 俄罗斯这次看起来姿态非常的高 刚刚说了白宫是完全没有被知会 欧巴马目前正考虑 要取消跟普京 在G20峰会前的会前会 也因为让史诺登入境 庇护美俄关系 荡到了近几年的最低谷底 俄国国安局泄密者史诺登滞留俄罗斯机场过禁区39天后 终于获准入境俄罗斯 俄罗斯给史诺登一年的庇护旗 史诺登拿到入境证件后 立刻搭乘计程车离开 前往流亡俄罗斯的美国友人家居住 地点仍然保密 给史诺登庇护 俄罗斯官方事前完全没有知会美国 就连维基解密网站都比欧巴马早知道消息 白宫的修训可想而知 俄罗斯让美国要不到人 白宫面子里子尽失 欧巴马原本预定9月要在G20高峰会前 前往莫斯科和普清会面 但现在欧巴马考虑要取消 议员要求杯葛2014俄罗斯东澳的提议 原本只是窃窃私语 现在恐怕是要放上台面讨论了 之前俄罗斯运武器给叙利亚政府军 美俄关系就很紧绷 如今史诺登事件更是火上浇油 关系挡到湖底 而就在史诺登离开机场的前两天 他又爆出美国一项新的网路监控计划 叫做X-Key Score 他能够监控几乎是所有的网站 和所有的网路活动 消息一出又得劳烦美国国安局 出来解释再解释 史诺登的父亲就向儿子喊话 既然被俄罗斯收留了 就要乖一点 别再让美国难堪 俄罗斯最大的社群网站 希望招揽史诺登为他们工作 史诺登在俄罗斯的生活 应该不成问题 只是一年庇护其满之后 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 他依旧无法前往南美洲寻求庇护 TPBS新闻总和报道 接下来在今天重要的经济议题上 我们说看中国大陆12亿人口的市场 必须要紧跟着很多定期公布的经济指数 一起参考 才不会因为一时的现象快速变化 陷入一种瞎子摸象的困境 大陆有一项国家公布的指数 叫做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画面上你现在先看到 红色这条曲线 是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回升数据 说7月份的PMI是50.3 优于市场预期 也是连10个月位在这个融枯点的上方 可是我们另外又给您提供一条线 是民间版汇丰公布的PMI 是棕色的那一条 他最后7月的落点数字是47.7 在融枯线以下比6月份还低 更创下了11个月以来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最低水准 官民两个版本相差这么大 所呈现出来的制造业景气 当然就是变成两极化 中国大陆知名的经济学家陶东这么看 他说官方的数据他看不懂 他看到的是中国经济正面临最大的不确定性 要预测总体经济 PMI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7月的PMI 大陆官方公布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如果再看细一点 最强的部分在于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这个部分 指数高达56.4 比6月上升了2.3 被认为是对稳增长条结构政策的信心 经济运行的平稳的基础是进一步的巩固了 下边人来看的话应该是开局还是良好的 问题是汇丰版本的PMI 为什么远低于官方版 一般民众看不懂 连知名的经济学家也看不懂 从官方的数字中 其实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生产指数52.4 上升了0.4 新订单指数50.6 上升了0.2 生产竟然高于新街订单 显然供过于求 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存在 陶冬认为就业市场根本就是虚胖 在官方的数据中 小企业PMI达到了49.4 虽然还没有到50的融库线上方 但是比上个月上升了0.5 是连续两个月回升 特别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讲 他应该说是大部分的就业机会 都是从小企业产生出来的 小企业的进一步的向好 是对这个稳增长的这个基础的话 是进一步的巩固 现在大陆官方把经济重点放在小微企业 除了推出一连串政策外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甚至要求银行 必须更积极要主动扫接上门 结果高层一声令下 银行马上出动 到处问需要借钱吗 您好我们是对面武汉能够商银行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无底价进行小额贷款的一个产品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有资金需求的话 可以到我们对面去咨询一下 现在银行是主动上门问需不需要借钱 以往小微企业勤职到银行借钱 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借得到 现在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 建立一种小微企业的现代文化 可以用巴克来概括 就是金额可大可小 期限可长可短 利率可高可低 亚品可有可无 大陆PMI官方版和民间版会有差距 有学者解释说 因为汇丰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而官方是以资本密集的中大型企业为主 现在官方已经全力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到底能不能稳住下半年经济 观察重点就在这个月小企业PMI指数 是不是真的有持续回升的讯号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在今天的新闻任务里面 我们要看一个重要的判决 画面上您看到的这是囚禁 而且性侵三个女孩子 长达十年的男子 53岁的卡斯楚 他今天被判处终身经济 外加非常罕见的 一千年的刑期 而且永远不得假释 卡斯楚在庭上 不断为自己的兽刑找借口 他说自己不是外借口中的怪兽 而是生病了 受害的三个女子已经重见天日 展开新生活 其中被囚禁最久的一个女孩子 叫蜜雪儿 她今天全程在庭临判 在法官宣判卡斯楚罪行的时候 勇敢的现身法庭 是今天法庭上面 让人非常感动的一面 他看到司法终于返回正义 虽然无法还回他被囚禁的 十年消逝青春 但是今天蜜雪儿对加害者说 他说我在地狱里度过了十一年 你指的是卡斯楚 你的地狱现在才要开始 我将努力展开我的新生活 而你将永远待在地狱里 穿着橘色球衣 留了一脸烙腮糊的卡斯楚 走进法庭 被控937项罪名的她 仍大言不惨 想要为自己辩解 被她囚禁性侵 长达十年的三名女子中 蜜雪儿·奈特 是唯一勇敢现身法庭的受害者 身形娇小的蜜雪儿 是第一个被卡斯楚绑架 也是受害最久的女子 她在法庭上说的每句话 让每个人都感受得到 她的坚强与力量 厅上也展示了卡斯楚 囚禁三女的房屋模型 以及屋内照片 密闭的房间里 放置了铁链绳索 以及女子被性侵蚀 曾被强迫要戴的安全帽 房间门上甚至装有警铃 提醒卡斯楚 如果有人想逃跑 但是到如今 卡斯楚仍然否认 她有虐待三名女子 没有现身的亚曼达 有姐姐带为出庭 吉娜则委托表姐向法官陈述声明 吉娜的表姐讲到最后还特别转身 用家族母语对着卡斯楚说 卡斯楚最后被判处 终身监禁 外嫁一千年的刑期 而且永远不得假释 尽管她从头到尾都在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 但她一度转向密雪儿 透露出一丝丝歉意 勇敢的密雪儿则是从头到尾都坐在法庭里 等待最后宣判 并笑着看卡斯楚离开 G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被陆媒标上一个麻辣标题的日本副首相 只要遇上了可供议论的日本时事 大陆媒体的标题往往会变得非常麻辣 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成了陆媒口中的大嘴麻生 因为麻生太郎在东京一个非常保守的团体演讲的时候 他提到安倍两度上台之后致力推休线 麻生竟然会举德国纳粹来做例子 他说威马宪法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纳粹修改成纳粹的宪法 麻生的原文就说 如果我们学他的手段会怎么样 这种公开肆无忌惮的言论 完全无视于600万人曾经被纳粹屠杀 麻生立刻引发众怒 那么他引发的争议像联谊一样一圈一圈的扩散开来 韩国外交部当时第一时间就开启者会强烈谴责 而麻生的言论已经引起了国际级的踏发 逼得日本副相麻生立刻道歉 他说要收回自己隐喻失当的言论 至于讲出这种话 他要不要为失言辞去副首相一职 麻生可没有这么说 二度上台的安倍想修宪 他的副首麻生太郎想推一把却捅了大皮肉 麻生要收回的话就是7月29号晚上在东京一个极端保守团体的演讲场合 他说威马宪法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纳粹宪法 如果我们学他的手段怎么样 就不用再争吵并且大家都接受 据纳粹当例子适合吗 威马宪法的历史背景是1919年 德国议会依照民主制度所建立 但是希特勒接手之后偷偷的把威马宪法改为纳粹宪法 从此走向极权统治进行种族清洗 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 因此麻生局的纳粹修宪可是犹太人历史的伤口 莫非安倍团队想走这个路线 据纳粹为例 隐喻失当 官方长官上火线灭火 麻生也二度强调这是异常误解 说出去的话想收就能收吗 在野的参议员炮轰要麻生下台 在野的民主党的参议员小西行之 只说麻生的表态是不恰当的 应该辞职 另外在野的社民党干事长又是政治 也指出麻生应该辞职 麻生的上述讲话 实际上虽然他以大嘴巴著称 但是他显然也认识到 他的这种表态也并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 评论麻生以大嘴巴著称 同一个场合他的大嘴举录还有这一段 不向为国捐躯的人表达敬意和感谢是不合理的 安静的去参拜就行 无需只在战败的时候去参拜 这话在鼓吹参拜靖国神社 惹怒了日本的邻居韩国 外交部第一时间隔海强烈谴责 对于今天有良知的世人 以及对曾经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邻国 意味着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日本政治领导人应当做到谨言慎行 这一点非常重要 要不要参拜靖国神社 身为安倍副手的麻生 今年四月下旬带队 领着内阁和一百多位参议员前往时 大家就开始逼问那安倍去不去 韩国还因此发动零星的游行抗议 应有安倍大头罩的棋子 用力撕掉他 因此这个话题安倍始终不去碰触 他深切的明白会衍生出外交问题 安倍绝口不说的禁忌 麻生却帮他丢出震撼弹 引发国际级的大罚 身为内阁成员安倍的副手 大陆媒体给他这样的助解 麻生的大嘴巴 只不过让人们再次认清了日本右翼本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国后之后我们来看的是 中国大陆有的时候突然狂飙的新炒作 飙地让人是摸不着头脑 现在新宠是这一种单篇漫画 集成的小人书 那么一套完整的小人书 以三国演义来说 居然可以卖出折合新台币 一百万元 我们待会就来了解一下 究竟这股风潮是从什么时候 是谁吹起的 待会介绍小人书 欢迎回来 雪红白宫风云这部经典政治影集的金讲编剧 爱伦所经探讨有线电视新闻 困境的新作 新闻即先锋 The Newsroom 在2012年推出之后 在世界各地引发很多讨论 当然台湾也有一些发烧友 跟着美籍的剧情内容 来看台湾的新闻现象 最新一季的内容呢 又要推出了 HBO呢 同样的会在全台播出 而Focus全球新闻 独家抢先取得最新的画面 一起来看一下这次Newsroom里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叫好又叫做的新闻节目 似乎就该有个难搞的王牌主播 探讨有线电视新闻困境的美国影集 重回荧幕推出第二季 从占领华尔街到总统大选 在2011年8月到2012年11月 美国真实发生过的新闻事件 一一重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在1998年报道指控 美军在越战期间 曾使用沙灵毒气 结果却证实消息错误 变成新闻史上的大乌龙 这个抢独家却出包的真实事件 给了金奖大编剧爱伦索金 新一季的灵感 收视率是经营商业电视台永远的苦衷 而负责在收视站打前锋的主播 在台上的任何一句评论都可能让自己丢了工作 但毕竟这是一出连续剧 不是批判新闻生态的纪录片 所以通俗的爱情故事戏中也没少 主播跟制作人有过一段情 制作团队又搞多角恋 在这些花边中 财经女主播史荣的角色 倒是让不少观众眼睛为之一亮 奥利维亚莫恩 33岁 有一半华人血统 美国出生 日本长大 大学主修新闻的他却当了演员 在好莱坞打滚多年 总算在影集里学以致用 闯出名号 当我学校的学校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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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在第一集里奥利维亚莫恩突然在主播台上抱走标日语播报福岛核灾的情节 是编剧特别为他量身定做的戏 也是戏名印象最深刻的桥段之一 但真实做新闻不可能像影集那么顺利 有个会多国语言的主播 或是制作团队总是刚好联络到新人 所以新一季内容 团队开始遇到新闻查证的问题 而且滚雪求班不断扩大 只能把新闻查证的报道都放在标准 值得报道的新闻 跟收视率之间无止境的拉锯 对许多媒体人来说 有如深陷荒漠的无力感 这一部大胆挑战观众 对硬新闻忍耐程度的影集 第二季美国首播 220万人观看成绩不俗 还超越第一季收视 显然严肃题材 不见得没有市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星巴威 它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 星巴威33年在位的总统 继续连任 而且他高龄89岁了 星巴威过去被称为 英国王冠上的钻石 脱离英国殖民之后 却变成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他贫穷的故事说也说不晚 比方说星巴威人民 一个月的工资 有的人只能够换掉一条面包 这33年来 都是这位近九旬的老人 一路带领星巴威的 现在还要继续往下 再执政五年 尽管就跟最近很多场选举 强人持续领先执政的情况一样 再也党不断的说 星巴威涉及在这次大选中 有百万张选票都是舞弊的 不过并不能够撼动 现在的选举结果 新巴威民众热烈欢迎总统穆加比 穆加比一个被控违法滥权 破坏人权的独裁者 仍然拥有相当比例的民意支持度 他当总统已经当了33年 而7月30日总统大选登场 高龄89岁的穆加比 执意要继续当下去 穆加比最大的对手 是现任总理茨万吉拉伊 他是星巴威最知名的 反对党领袖以及政治犯 曾在日中被毒打被虐待 却依旧敢于挑战集权 这是他第三次和穆加比交手了 此次我们想告诉你 你不会再次负责 茨万吉拉伊能够当总理 是因为2008年的总统大选 舞弊频传以血腥暴力收场 国会改选茨万吉拉伊所属的 民主改革运动党MDC 取得了国会主导权 在国际的斡旋下 执政党以及MDC 组成了一个紧张脆弱的联合政府 穆加比继续当总统 此万吉拉伊则当总理 穆加比在1980年第一次赢得大选 同一年 星巴威才脱离英国统治 独立建国 穆加比执政初期 经济还算稳定 但是他在2000年1月进行了土地改革 强行将白人持有的土地转移给黑人经营 但是黑人有的土地却缺乏农业技术 导致农业产量大幅下降 而且还造成外资大举的撤离 开启国家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 星巴威从英国王冠上的钻石 沦为非洲最贫穷的国家 0.1公克的黄金换一条面包 0.1公克等于0.003盎司 根据这段影片拍摄的日期 2009年3月9日的金价计算 每盎司金价923.75美金 价值0.03盎司的面包换算成现金 是2.77美元 我们会觉得和台币也不到100块呀 但是要知道 星巴威人年平均所得只有700美金 如果还买得到黄金 又不需要手续费的话 星巴威人的平均年所得 能买到几条面包呢 答案只有252条 曾经有非洲面包来美育的星巴威 人民却苦到连买条面包都叫苦连天 因为星巴威在2006年之后 陷入恶性的通货膨胀 星巴威必最后停用 民众改用美金 甚至把黄金当货币 讽刺的是 星巴威不缺黄金 它的天然资源丰富 傲视全球 外资虎视眈单单 中国安金投资在2010年年和星巴威合作经营 开采这座据称是世上最大的钻石矿 马兰吉钻石矿 马兰吉钻石矿 CNN记者在去年3月获准进入马兰吉钻石矿进行采访 所有人都必须通过一关又一关的安检 因为这座暂时矿争议不断 先是传出虐待矿工 之后反对党又指控 获利流向不明 但是穆加比阵营的矿业部长出面反驳 西方国家其实也想来星巴威分杯根 但是这依旧取决于7月31号这场大选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 星巴威股市今年以来上涨了53% 只是选票还在计算当中 穆加比阵营就已经宣布胜选 而最大反对党候选人 此外吉拉伊则出面指控选举不公 如果最后真的是闹剧一场 又重演五年前的暴力冲突 那么涌入星巴威股市的欧美资金会再度的抽腿 而星巴威恐怕又要再次的经历一场震惊动荡 TPB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的新闻关注 Focus在中国大陆最新的拍卖热门标的 它不是瓷器邮票或股案 排在这些之后的第五名 现在很多人抢着要收藏的叫做小人书 小人书是一种连环画本 但是它每一个画是单页单章 形成自己的一个单位 大陆现在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都是小人书 这几年在拍卖市场上居然咸鱼翻身 一套三国演义的小人书 能够拍出折合新台币超过百万元的高价位 旧书摊上一本本二手书 看起来颇有历史感 但长得又跟现在市面上的书不太一样 尺寸只比手掌大一点 大陆人叫它小人书 又叫连环画 陪大陆亲手级以上的男男女女度过童年期 在我们自己中这个东西最喜欢幼稚圆 成套的配置怪难的 配置怪难的 这一套有多少本 十五本吗 连岳飞专一套有几本都能如数家珍 民众口里挺难的收藏任务 有达人花了几年才完成 如果说现在的孩子们看电影 或者美国大片里面就觉得钢铁侠也好 或者超人也好 那么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偶像只有岳飞了 是六几年那套月转十五本的话 那么这套手现在最起码要 差不多六万到八万之间 第一部拍别 楚汉之战 开本二十开 一场接一场的拍卖会 让小人书的价值不再仅限于童年回忆 历史故事瓦钢寨拍出两万人民币 名画家作品金毛信 拍出十万人民币 拍出最高价的是一整套三国演义 一本一两毛的小人书 竟拍出二十万行情 两百万倍的身价 看在连环画画家眼里 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小人书的没落老画家改画漫画 小人书从1949年走红 题材丰富 不但有历史故事 民间传说 文革时期还被用来政令宣导 红了几十年 不敌漫画卡通 逐渐没落 近几年又开始在收藏市场 鲜鱼翻身 几百人的收藏市场变成几万人 天津二手书店 好几家干脆专门经营小人书 这个收藏家已经藏书5万本 手中送史算得上是精品等级 当初读缺王安氏变法 最后用求的终于凑足整套 藏书者的饥渴 让小人书的市场越来越火热 开始出现赝品 一架乱真 出入门的收藏者迷信小人书 越旧越有身价 高价收购瑕疵品 其实卖向好的小人书才具收藏潜力 画家是谁 发行数量都攸关身价 因为怀旧情怀 此而复生的小人书 竟紧跟在字画瓷器邮票古万之后 成为大陆第五热门的收藏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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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我们刚刚在提到说今天温度明显的 其实还是觉得热 但是感觉上比较有凉风了 然后北台湾也出现了午后震雨 只不过今天这个比较特殊一点点 天气形态好像不会延续到周六日 是的 明后两天又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看卫星云土 其实我们这两天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西边这边有一片大的云层 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低压的云层了 它就在昨天今天通过台湾上空 让我们第一个云量非常之多 温度也没那么高了 那么雨也主要都是下在南边 我们看看这是今天的降雨 主要都下在这一带地方 昨天也是下在东南部跟恒春南部地区 北边雨有一点但是都非常之少的 明天以后又会不太一样了 当然我们先来看看 就是这个以外还有这边一大片的云层 这个是台风燕子了 这个燕子它现在就在海南岛的旁边 正在影响海南岛之中了 然后明天早上在这里 下午以后才过去 所以说在今天晚上包括现在 到过明天的上午这一段时间 你要去海南岛可要特别注意 都是受它的影响的 至于说我们这段天气有什么改变呢 就是我们看看这个天气图了 燕子台风它会离开 这个低气压也会离开 然后这边的高气压就会升过来了 所以明后天我们又受到高气压影响 高气压影响第一个温度又会上升 像北部的地区台北地区 过去两天都在三四度多一点 明后两天要超过三十五三十六度的温度 又再度出现了 紫外线也会特别的强 像今天的紫外线你看南边有雨下雨都不强 非常弱包括金门 但是明天全台各地方又要通通强起来了 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的又不太一样了 我们来看看天气图了 天气图我们看到你看高气压又升过来了 台风离开了高压升过来 这是礼拜六的 我们再来看看礼拜天呢 礼拜天也是一样又还是受它的影响 所以说明后两天呢 我们提醒大家的又不同了 当然还有一点要提醒 就是台风虽然过去 但是我们这一代的风浪还是会比较大的 这都是要特别注意 看看明天各地方的预报 第一个温度上升 那么在午后有雷震雨三十六度的高温了 其实午后雷震雨明后两天主要在山区了 中部地区也是一样 温度也升到三四度 南台湾也是有午后震雨三十四度的高温 东台湾呢都比较晴朗了 三十三度的高温 外道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周休假期呢又不太一样 高压的影响了 又是炎热 台北是酷热 防中暑要特别注意的防晒 当然还有午后震雨了 好 这就是今天的气象了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Vocus全球新闻 跟世界接轨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祝您晚安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地球黄金线